我们之前在这里办课程的时候 一样有一位老师 他好像后面也有当过校长 那这个人 这位老师他怎么讲呢 他说 我是很讲理的人 我们当老师的 我们又是当领导级的 他认为说他是很讲理的人 但是他说 但是我很奇怪 为什么在家庭里面 我先生 我小孩 他们都不太想跟我讲话 他觉得很困惑 他觉得我是很讲理的人 我们是当老师的 我们是很文明的 因为他提出问题 后面我就跟他讲 你认为你很讲理 那是你认为 而且这个理 是要依谁的理 依他的理 依他所说的算 依他所认为的才是 所以 当老师的 当领导的 总是那种强势的作风 结果呢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当老师的就把小孩子 永远都当做学生 没有母子的这一种亲情 当老师 当老师的 更严重的 也把先生当做他的学生 所以像这样的话 他认为他讲理 那是你认为你讲理 但是对家人 对先生 对小孩而言 他觉得 哎呀 很难沟通啊 很难沟通啊 总是他有理啊 总是他对啊 所以后面家人就不想 就不想理 不想沟通 所以啊 人真的很不容易去看到 自己的问题 不容易看到 自己带给家人的困扰 困惑 甚至痛苦 而且 一个家庭来讲啊 女人 这个家庭的气氛和谐与否 女人扮演的角色 比男人更重要 因为男人 他本身就比较偏于阳刚 所以希望 我跟你讲这些 希望你能够 不要怪外境 不要怪别人 回来往自己身上来找 是不是自己太强势 主宰欲 比较强 都要别人 家人 听我的 真的要如此回来反观 如果你真正敢如此回来反观 你看到 自己的问题 好 回去 该怎么调整 就去调整 该道歉的 我们去道歉 家庭气氛就会改善 OK 很清楚 今天 来 访 Chap